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会很明显的是一个下垂啊这个时候呢我如果不是动手术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时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游到了非常快乐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了啊 其实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做 简单的官方deluxe甚至voyage class以下的玩具呢 现在来拍节目呢都是轻松愉快的 那我也相信大家呢会看我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都是你闲得发慌的时候 如果你要有其他震惊的事情呢 拜托啊先把你其他的事情忙完啊 说看我的节目呢是一个人生当中的最不重要的事情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是低出系列啊 我顺便提一下啊 其实我做低出的玩具好像收视率就特别的低啊 特别是在YouTube上面的流量呢非常的差啊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不喜欢低出还怎么样 电影系的玩具呢可能就收视率比较高一点 那我是不是不太清楚这到底什么原因了啊 那么这款叫做L-Wave 听起来好像台湾一个什么口香糖的名字啊 这个L-Wave应该翻成空气波啊 或者叫做网上 称呼它为气浪啊 这个天气的气啊气浪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以造型来说 机器人的形态呢 我个人喜欢蓝白配色的话 然后呢 它的名字呢叫做气浪 很奇怪啊 就是说呢 嗯 其实这个家伙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啊 它是个狂派对不对 然后它的一个眼睛的话 就是这样子 它其实应该是有两眼的 然后两个眼睛 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圆珠子 它到底是算两眼还是单眼 还是算三眼啊 我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从它这个特征来看啊 这个单手是一个手炮 然后又是一个独眼的话 如果说它是独眼的话 这个家伙跟震波 Shockway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啊 OK anyway 我不晓得 但是看起来就是一副杂兵的形象啊 那它的话呢 可以有一个实际上呢 按照说明说的变法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有三变啊 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 还有一个像是长长长的一个连接感的形态 还有一个航母的形态 还有一个像是炮台的形态 所以严格上 其实刚讲其实应该不对啊 因为这种是属于拆解型的玩具啊 你要怎么样去拆解的话呢 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它本来就是一个 很多种一个变形的一个选择性了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组合之后的一个机械的形态啊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形象啊 两手是不对称的 这个地方是有拳头 这一侧是没有的 这个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把它做成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枪啊 握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以握的 OK或者是呢 你想把它给拿下来啊 放到肩膀上呢 作为一个冲天炮啊 当然也是可以 那其他的话呢 可动的话呢 都非常优秀 毕竟它是一个可以拆解的玩具 啊 唯独这个手臂的平举的位置呢 在偏下一点点 两侧的手臂造型也不尽相同 那身上的细节刻画呢 恰到好处啊 关节的紧实度呢 也是恰到好处的 那这个膝盖的话呢 弯到约90度 也有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 拳头不能转啊 除了这个拳头不能转之外的话呢 其他 基本上呢 deluxe等级呢 能够动的一个尺寸的话呢 它差不多 能够动的关节 它差不多能动啊 为什么拿它做比例纸呢 因为我忘了把它给放进来了 因为我刚换了一张新的这个 桌面的这个纸啊 所以呢 刚刚把这个桌上的东西 稍微清了一下 有些东西呢 就没摆上来了 那deluxe等级的一个 过去第四级的玩具 可以看 对不对 其他的身高没有比较矮啊 他只是做的比较魁梧一点点 那我们的话呢 就来啊 简单的做一个是 一个拆解好了 首先胳膊呢 给拿下来 然后胳膊拆下来之后呢 这个部件 单独的一条手臂 还有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另外拆开的 那么呢 再加上这个 原本的这个部分 这个呢 你可以说它是导弹 你也可以说它是枪了 另外就是手臂呢 拆下来 那另外这手臂拆下来的话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它都是两手呢 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 大部分都是把它给扣上的啊 然后呢 这个上半身 可以拿打开 那在飞机器的状态下呢 通常呢 它也是把这个头 旋转180度之后呢 推到后面去 这也是它 大部分的一个形象 都是摆成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脚的部分呢 也是给打开 那这个宽部这个部分呢 通常的状态下呢 它也是翻上来 然后这里有个 突跟刀的结合 将它给放进去啊 啊 这种拆解型的变形的话呢 原则上我都是不太 不太不太不太 不太受我青睐的啊 但是呢呃照着说明书呢 掰啊 组合之后呢 又会有一些乐趣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给完全的给打开 哎 这种呢把这个腿啊 这种拆解啊 这样收进来 给我打开出去 这种呢 在标准的变形金刚的玩具 变形设计里头 也是经常出现的啊 那我们的话呢 就目前的话 就是把这些部件呢 都给拆开之后 就会有这么多 那我们先来完成 它的所谓一个 航空母舰那个形态好了啊 航空母舰的形态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 是一个基底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突跟刀的一个结合 那从这个地方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 简单的合并 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 哎 扣上了 扣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这个腿部 这个地方结合 你就记得这个脚尖的部分呢 一定是朝外侧啊 朝内侧 当然就扣不上去了 这样子将它给组合上去 然后呢 两腿呢 目前呢 是没有得结合的 那我们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 手臂 那记得 就是这两个狂派的这个logo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 将它给扣上啊 从这个地方给扣上 这里 压 挤压进去 OK 扣上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会很明显的 是一个下垂啊 这个时候呢 不过如果不是动手术 就是吃药了 但是呢 这是玩具啊 所以不需要做人类的治疗 我们用一个普通的零件 把它固定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部件的话呢 这个另外一只 这个手臂这里有两个凸啊 这两个凸 就是要扣进这里 有两个洞 两个凸 对两个洞 在这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那扣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扣 这个 这两个比较大的 图呢 先把它给扣上去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扣上 那扣的时候 我说这个地方会蹦开 蹦开也无所谓啊 这并不是非常 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这样子扣上去 好 扣上 然后后面这里 再把它做个简单的一个微调 OK C型扣嘛 就扣上去 嗯 不是很听话是吧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没没对景 它一直把它给推出去了 OK 好 扣上了 好的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 呃甲板的一个形象 那最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部件给扣上 这个的话就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就扣上 然后两侧 扣上去 这种 我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航空母舰吧 或者是叫做运 运输或者是邮轮 运输的那种邮轮啊 都可以 嗯 OK 稍微的话去把它给 match一下 好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呃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 透过这个部件 把这里跟这里 做一个比较紧实的一个结合 这样子 诶 果然就非常坚挺了啊 这个长度的话呢 肯定也是会让你满意的 我想也没几个人 有这么长的一个手掌啊 诶 发现我比它长 诶 可以 哈哈 然后呢 上面的话呢 甲板上呢 可能就是 呃 就是看起来是跑道的一个 一个 一个刻画 那应该是航空母舰 没错啊 或者是反正 不管是航空母舰 还是这个运输艇 反正呢 你就会 自然而然想要上面放一点东西 但是因为 本身这只是一个 deluxe等级的玩具啊 你放个什么飞机 除非你有很小型的飞机模型 要不然基本上啊 怎么放的都是不太不太对的啊 当然你要放小车 也是可以的啊 或者是放这个啊 这是模仿的这个滑车 OK 各位理解 明白这个一个航空母舰的一个形态 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的下方的话呢 是有这个轮子的啊 对 但它还是有一点的一个可 推 推的话还是有一点了 有一点 嗯哼 这里扣 行吧 那我们就接着呢 再来进行它的一个第二个形态 有点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拖板车的一个形象啊 首先的话 我们把这个解开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两只腿的话呢 因为要做一个分离啊 所以这个部件的话 要先把它给拆开来 这里吸行扣 直接白开 还有这里 一样的 从这里先把它这两个 上面两个凸 给解开 我们要做的就是 先把这两腿给分开了啊 好 两腿分开 两腿分开的情况下呢 这一个部件的话呢 就是 呃 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 摆这样子 这边 扣上 这里先把它给转上来好了 这里到时候应该是 这个 我看它的一个 组合好像是这样 像是烟囱还是什么来着的 好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也是扣这里 一样 就是两个斜肩呢 是朝前方的 这样子 将它给扣进去 这个 这个形象呢 它是可以扣在这个 我看说明书的话呢 它是直接的把它放到这个 呃 那个导弹音啊 或者叫双面的那个尾巴 从这 扣上 它这里的话 就是 主要是卡到这里啊 这里是有一个凸啊 跟它的话 是有一点点干涉 有一点点干涉 好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啊给扣到这里 那扣的时候呢你先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留意一下 这个有狂派的这个logo这个部分呢是扣在这一侧 那另外一侧的话呢是要扣这个 那扣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 刚刚的那个洞啊 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可以拍得上用场的 从这里 先扣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再反折回来 你看 反折回来 它的一个凸跟凹呢会刚好的会去扣进去 这个部分说明书是没有提到这里的啊 没有提到这里 那这个手臂的话就直接往后面放 然后的话就是把它稍微的尽量的把它给摆正一点点 摆正一点点 那它的话就是底底下是有轮子的 可是呢这一侧的话呢却没有办法 这个这个凸跟凹啊是没有办法扣进去的 或者是说除非我们换一边嘛 可是换一边好像也也不行做不到啊 因为它这个对不对 它这个部分的话我看一下是做不到的 对啊怎么样扣都没有办法扣进去 这是比较可惜的 而且这个形态呢 呃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比较比较牵强一点 这样子 那两侧也不是一样高 啊这个是有点有点唬人的一个状态 好吧你知道就行了 这个他就是给这里可以连接到那个导弹车的后面 他就可以有一个像是后面的一个扩充的武器还怎么样 那我们来展示一下它的最后一个组合的形态 有一点像是导弹发射台的感觉吧 啊首先的话呢 那我们把这个部件呢这个部件这两个部件拿出来 这里是刚好可以卡进去 但是另外一侧没有 所以这一侧的话呢会有一个 这这这这这 sorry啊这个一个不小心又又又又又从手上喷掉了啊 这里啊算了 他应该是不像我讲那么多吧 好那么这个部件到这里就行了 那另外一个部件的话呢他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把它往下面折 这里往下面折往下面折下来 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呢这里的话呢是做一个这个部件 这里有一个这里两个凸 这里有两个凸 我知道很多人会看到这里有两个洞啊 但是拜托你注意一下旁边是有凸的好吧 人生就是这样啊 不要看到凹就就急着凸上去 你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凸啊 旁边有凸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决斗一下啊 好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这里的话有两个这个洞 两个洞的话要扣这两个凸 但是扣的时候呢请你记得是这一面啊 是这个方向性啊这里 OK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要扣同一边 如果你转过来扣呢 基本上呢洞呢会 有一点点误差 但是你过来这样子扣的话呢 就会刚好可以扣的进去 它真的是有差那么一点点的啊 会有差那么一点点扣下去 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呢给扣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黄色的这个凸是要扣出来的 待会是要用得到的 好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再用这两个 这两个 OK去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刚刚是扣这里的 现在我们要扣到下面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才需要把它给打开来 当然啦这个是我是按照说明书上面的一个玩法 去这样子掰啊 去这样子掰的 所以呢就是各位知道就行了 然后后面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把这个洞啊给扣上去 然后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摆法的话呢 可能就是转过来啊 到这个方向 稍微就挨上去都可以了 到这边 那么呢 所以上面这里啊 上面这里啊 这个部分的话呢 按照它的一个方法应该是扣到这边 然后两枚的这个像是导弹的部分呢 是装在这 当然如果你要扣这里好像也行 不然我试一下给各位看 你要扣这样也是可以 OK 甚至这样可能还好看一点 无所谓吧 你看你是要扣这样子 还是擦这样 这个完全是看你个那个偏好 但是我个人很很不解的是呢 呃 你看 对不对 他下锤不是我下锤 你看他都下锤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盒子里头 这个盒会上面的话 他就是可以让他能够是 能够整个整个是翘起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 是哪个牌子的这个 对不对 钥匙 我不知道是是动了什么锁手 怎么那么厉害 对不对 就 嗯 那我的话呢 如果说你真的是希望他在桌面上呢 是这个导弹是往上提的话呢 其实你把这个部件拔起来 然后扣到这里 OK 他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抵住的一个效果 如此一来的话 他真的就是一个 嗯 炮台的一个样子 但是你拿起来 他还是会往下 往下掉的 是没有办法的 就这样子 你摆在桌上的话呢 还可以 嗯 OK 那就这个形象 好 那 那还有一种方法啦 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说呢 呃 你有其他的一个玩法的话 当然你 这个的话呢 我自己也就稍微去 稍微小小研究一下啊 我觉得 呃 这个部件的话呢 如果说我把它给稍微调一个方向啊 就看你喜不喜欢 想不想要去花时间研究而已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